他曾经讲过的12月会有第二波疫情 现在这就是现实 全世界都在抗争第二波疫情 美国洛杉矶加拿大多个城市 以及欧洲再次的封城 尽管圣诞节即将来临 然而抗击病毒是头等大事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快乐的八卦星体运行 享受预言的神奇朦胧 去除世间的烦恼杂陈 探寻人生的真谛回生 今天咱们来讲 即将发生的土木合像 以及阿比亚所预言的几个点是否成真 今年12月21日 木星和土星 这两个太阳系行星中的大哥大 将上演土木大合像 当天也恰逢冬至 无论是天文学家 还是占星学界 都对这次的大合像十分关注 这一次的土星和木星之间的距离 仅仅为0.1度 即月球宽度的五分之一 这是大约800年首次出现如此的接近 上一次 是在公元1226年 当时的成吉斯汉征服了亚洲几乎所有的土地 九年之后开始征服欧洲 在400年前也有过一次 在摩羯座中被定义为 Great Conjection 这样的大相和 那是在公元1405年 当时是正和下西洋 也正是欧洲的文艺复兴 开始走向鼎盛的早期 其体现的是创造力 文学 艺术 等等巨大发现 而后呢 就到了今天的2020年底 这一次的大合相 这也开始预示着将来200年的变化 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曾经讲过 这次变化之影响非常的巨大 那我们就对这200年是如何来的 以及对2021年有什么预测 深度的摆着摆着 提起印度神童 咱们频道的朋友们都不陌生 在先前的视频当中都有介绍 这个神童最为火爆的开始 就是2019年精准的预测了 新冠疫情的发生和截止日期 精确到了2019年的11月到2020年的 4月达到高峰 让听者瞠目结舌 在那里呢 他又讲出了异常天象的天机 他所用的是废陀占星术 而废陀占星术 或可和我们的袁天刚的占星推背相提并论 一样的古老而神秘 总结一下 他根据废陀占星术所讲到的几个点 而且近期将要和正在验证的点 第一 12月21日的土木合相 第二 在2月10日六星连珠 第三 在3月31日的土木分离 第四 在2021年的11月 土木之战彻底结束 世界新纪元的开始 这次的土木合相将影响人类200年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 他所说的这几点对世界的影响 他曾经讲过的12月会有第二波疫情 现在这就是现实 全世界都在抗争第二波疫情 美国洛杉矶加拿大多个城市 以及欧洲再次的封城 尽管圣诞节即将来临 然而抗击病毒是头等大事 去年的春节不好过 今年的圣诞节也是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阿比亚曾经讲的superbug 也已经开始出现了矛头 有网上媒体报道 意大利的新冠的变异 变种已经出现 以及印度最近出现的不明感染病毒 或许这都是超级病菌出现的前兆 这在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随着土木合相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纪元 这个瘟疫或许就是一个开始 这种大流行是一个机会 可以摆脱过去拥抱新的未来 那么著名的作家 Arakhadi Roy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是这样说的 从历史上看 流行并迫使人类与过去决裂 重新想象他们的世界 新冠疫情也是如此 它是一个门户 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之间的门户 这一点呢 我们下一集还会具体的讲解 而阿比亚所说的预言当中的经济大萧条 粮食危机以及社会动荡 这些都在进行当中 那么有人说了 美国的股市疯涨 哪里有什么经济大萧条啊 飘哥也确实看到了很多的喷子 好吧 飘哥承认 飘哥好无知啊 好吧 OK 就像两口打架一样 OKOK 我无知 你都对好吧 OK 针对这一点呢 咱们就简单说两句 事实就是事实 近期呢 股市确实上涨了 而且出现了新的高点 包括加密货币 但是大家知道谁在支撑着这个股市吗 谁在这个股市当中赚钱了吗 可能现在的上涨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在市场当中的搏击者一定要风险防控 要有风险控制意识 股市中的二八理论不是白说的 没有永远上涨的市场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上涨 好吧 咱们不是股市分析频道 根据占星市来说 那么在2021年的4月5日之后 我们要对市场有个理性 或者更加理性 更加深刻的认识 关于经济预测呢 咱们会单独讲解 那么通过另一位资深的神秘学大师 费陀占星大师 以及专研顾问 阿塞史门塔 他对这次土木合像 以及对2021年的世界未来的影响 他做了深度的分析 我们呢 也分享一下 回归到这一次的土木合像当中 首先大家要理解 费陀占星认为 星象的运行中 又有各个独特的星座相配合 同时也有 如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行 就是五种元素 对应十二个星座的理论 五种元素包括空气 水 火 土 以太 也有翻译成叫做以迷的迷 根据门塔的解释 白羊座 狮子座和射手座都代表着火元素 金牛座 处女座和摩羯座都代表着土元素 或者叫地球元素 双子座 天秤座 还有水瓶座 代表着空气元素 或者也叫风元素 巨蟹座 天蝎座 还有双鱼座 代表着水元素 而咱们以前通过印度神童阿比亚的论述 介绍过 土木合相是每20年一次的周期 但是呢 相合的位置不同 星座不同 但这20年的周期呢 我们曾经讲过有趣的事情就是和美国总统魔咒的周期相同 既在1880年 既在1880年1900年等等 这个呢 咱们在美国最短命运总统这一集当中的曾经讲过 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翻看 这个时间点看似非常的巧合 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巧合 OK 根据门塔所阐述的废陀的观点 而每60年会回归到同一个星座相合 而这个60年又同五个元素 某个元素相匹配或者相对应 这样呢 就形成了每60年对应的那个元素 是同一种元素的话 那么这个元素开始影响200年的地球运势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能就更加明白了 过去的200年里从1821年算起 1821年的6月25日 木星和土星在白杨座合相 那么当时这是火元素发生的生肖 他是这样讲的 那么1842年1月25日 火元素人马座的在这个宫中出现了香蕉 1861年的10月25日 这一天呢 又发生了一次在狮子座中的相合 同样的也是火元素 这就是每20年的一个相合都对应了火元素 这样的将来的200年 也就是从1821年到2020年的200年里 是以火元素作为根本的引领的 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 这200年里边都发生了什么 什么和火有关的事件 我们就会发现 在此火元素循环的期间 我们有了非常著名的电力发明 蒸汽机发明 我们进入了石油天然气时代 和火有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世界二战 全是火枪火炮 火箭发射有了基础 而且频繁的发射 亚马逊 澳洲 美国的加州 森林大火 911之火 而且新冠病毒也是和火有关的 根据沸陀经 人体有七个脉轮 而太阳等离子代表着七个脉轮中的火元素 而这个脉轮就是环绕肺部的 这看似巧合 但或许这并非是巧合 那么我们继续来讲火元素 那么火元素的循环呢 将在2020年的12月21日 这一天结束 根据门塔的观点 如果连续的相合发生在同一元素中 那么该元素才会在200年间占主导地位 在1821年到2020年之间 这种情况呢 再没有发生过 所以在2020年之前是火元素主导 因此简而言之 我们看到的木星和土星的结合 并不仅发生在一个元素上 而是从2020年开始发生了变化 正在改变它们的位置 那么例如说 在2020年的12月21日 可以看到木星和土星的结合 正在发生在地球元素的摩羯座 之后我们来看20年后的2040年 11月5日这一天呢 这种结合发生在地球元素的处女座 同样的2060年 也就是在20年后 2060年的4月10日 这种结合将发生在地球元素的金牛座 这下来了 三个地球元素相串联 这意味着连续的三个循环 这种结合在土元素中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从2020年开始的200年当中 地球元素将产生主导影响 因此从2020年开始 总共有200年的周期到2220年 其中将受到地球元素的影响 这就是200年这个数字的来历 以上呢是对阿比亚的观点 结合着费陀占星大师的研究所 做出来的更深一步的诠释 那么我们将如何应对 地球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经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等等等等 我们将在下一期中进行讨论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独在一项为一客 每逢孤独看一条哥 Peace out 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